第五魂技 毁灭冲锋 王子 小心啊 哼 白银血连第五魂技 第一技能 冰雪之连 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防御魂技 我的第五魂环来自一头十万年的冰甲恶龙 不仅防御力气高 甚至 攻击力也不弱 第五魂环第二技能 白银 生龙鸡 你不是魂王 为什么魂技的威力如此强大 这就强大了 我还有底牌没亮呢 龙神 第二魂环第二技能 神圣之龙 武之天杀 什么 啊 可恶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不行 赶紧射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记住你了 王子 王子 你没事吧 这一击透支了我的魂力 不过因祸得福 魂力提升了一级 已经59级了 你没事就好 老师 你继续带学生猎杀魂兽吧 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只是魂力消耗了有点多而已 有宝有名 自约魂 谢谢你救了我妈 我的第四魂技能提升回复你的魂力 魂力恢复了一半 不用客气 都是学院的人 我已经到了信毒最深处了呀 为什么还没看到神明之花呀 这是什么声音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魂力波动 这 这是什么 何人竟敢擅长星斗核心 不对 为什么我能感受到龙山的气息 不好 这两位至少是五十万年以上就为了 应该是星斗的两大兽王 不行 我得赶紧跑 我 我 我怎么不是控制了 走哪去 你小子身上为什么会有光明龙王和黑暗龙王的气息 关你什么事 莫非你杀了他们 获得了他们的魂魂 不可能 你只是魂王而已 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小鹿 住手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龙神的气息 我的第三武魂是龙神 什么 龙神居然会变成武魂 龙神可是百兽之主 万兽之王 所有兽族唯一信奉的神 为什么会变成人类的武魂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你们在说什么 当初祖上隐落 魂兽神奇没落 今后再无魂兽神奇 而如今龙神大人成为人类 那说明我们的神终将回归 龙神大人 我们是您最忠诚的仆人 当初在神界 我们是您的作祭 因为您龙神气息的缘故 我从一条普通通的紫龙 进化成紫金神龙 是啊 我当初只是一个 只能掌控无尊属性的五色鹿 因为您的原因 进化成了九色鹿 能够掌控九种属性 我们愿意陷阱成为您的魂王 聚陪你一起重回神界 祖上 我们如今已经是九十九万年的修为 即使我们早已达到了百万年修为 因为静止 我们始终无法突破 冲击神机 我们尝试无有次 始终无法成功 这个变形宇宙和我的宇宙一样 魂兽无法成神 在我的世界 神界 甚至已经关闭 这一切的一切 都好像是安排好的 斗铃大陆 入侵斗罗大陆 而我就被传送到这个斗罗大陆的批击宇宙 这个世界 刚好可以成神 而龙神 却是神界最强大的神器 究竟是有人刻意而为之 还是 仅仅只是巧合 我觉得你说的并无道理 这一切的巧合 就像是安排好的一样 你这小东西 看着想 却有百万年修为 什么意思 我的种族可是强大的青龙族 要不是因为我变异了 也不会这样 原来是神兽青龙族的 和我属于同一分支 祖上 我们不管您经历了什么 但是只要是你要做的 我们都会帮助你 是的 祖上 准备好吧 这是 两个金色魂环 他们俩的实力已经达了百万年 只是受到这个世界的限制 一直无法突破而已 那你为什么可以突破 混蛋也来到这个世界 一千就是百万年回收 在我们的世界 百万年 是刚刚不如强者世界 不是吧 你们世界这么强大 要到了我们世界 传地充沛 修理志愿 比你们这 高得肚子千倍 当然不一样了 可恶 居然没学到这个世界来了 你也是无意间来到这个世界 难道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 你越说 我越好奇 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不对 这长大的信息靠近 嗯 就是你们吧 这是 极致斗罗 对付魂纪 永夜降临 不好